唐三在逃脱天使神追击后 评价千刃雪不是一个完美的神 原因是天使九考的监考的是千刃雪的爷爷 千道流对千刃雪的考核会宽松很多 我们都知道波赛希在海神第七考之前都是想要击杀唐三的 因为波赛希不想死 第九考可是要他献祭开启的 他一直在等待唐晨 没见到唐晨之前他是不想救此陨落的 第二点是波赛希不认可唐三的天赋 他认为自己与千道流和唐晨的天赋并不比唐三差 只是唐三后来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这期间的考核波赛希可没有任何流手 但千刃雪就完全不一样了 千刃雪的前六考千刃流绝对放水了 因为千刃流跟波赛希不一样 波赛希是不想死 千刃流是求死 千刃雪开启的第九考都是千刃流按着千刃雪脑袋才开启的 但这也不怪千刃雪 谁能对自己爷爷下手呢 千刃流献祭为千刃雪开启成神之路 可以说是千刃雪在成神的这一条路上走得太轻松了 这一点千刃流也是明白的 但如今的斗罗大陆已经没有神了 他只要把千刃雪培养到神级 就算是心性有缺的神 也是能无敌于大陆 这就是千刃雪能快速成神的原因了 千刃流也确实赌对了 千刃雪是第一个成神的 确实能横扫大陆 只是千刃雪没有把握住机会 去与唐三打赌 给足了唐三成神的时间 千刃流确实是老婆身算 只是没能算到自家孙女 明明是大陆第一位成神的 竟也没能统一大陆 还让大陆再冒出两位神出来 千刃雪是靠自己爷爷成神的 唐三是靠自身实力与一点点外挂成神的 而比比东完全是靠自身积累成神的 不然比比东20多年前就开启罗刹九口 怎么会是最后一个成神的呢 20多年前唐三与千刃雪也就刚刚出生 奈何 一个走后门 一个是穿越的有外挂 只有比比东一个人独自承受着 属于这个斗罗世界普通人成神的压力 太难了 心痛比比东0.1秒